在电影800的最后 有这样一段场景对比 就是1937年满目疮痍的旧上海 对2017年繁荣向上的新上海 我当时看这段结尾的时候 第一时间不是感动 这倒不是800结尾的这个处理不好 而是这段结尾的对比镜头 电影大战宁皇的表现 其实比800更好 因为真正保住上海繁荣的 不是国民党部队 而是1949年新中国成立前夕 牺牲在上海的中国人民解放军 第三野战军的烈士们 1949年4月23号南京解放 10天之后的5月3号杭州解放 至此打响向全国进军第一枪的金虎黄战役 也就是渡江战役 已经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江南就剩下上海这座全国最大的城市 没有解放了 就在这个时候 中央军委发了电令 要求渡江总经委暂缓进攻上海 军委的命令很明确 既要保证上海能够被完整的解放 又要保证上海人民的基本生活不受影响 所以重要的是 必须要做好充分的思想教育工作 要让战士们不被胜利冲昏了头脑 继续保持纪律严明的状态 那么此时此刻 上海内部又是一副什么样的景象呢 在当今中国有这么一句话 叫千年历史看北京 百年历史看上海 上海这个城市 见证了中国近代史的发展 尤其是清王朝灭亡之后 上海更是历经风雨 无论是北洋军阀 还是国民政府 亦或是欧美势力跟日本人 都对这座亚洲最大 最繁华的城市格外看重 包括我党 早在1927年的北伐时期 29岁的周总理 就率领工人武装 打垮了北洋的上海政府 党中央在很长的一段时间里面 就是设立在上海的 后来蒋介石为了独霸革命果实 也是在上海这个地方 联合青帮头的杜月生 发动了412反革命政变 大肆迫害共产党员 从此以后 中共在上海的党组织 被迫转入地下 直到22年之后 解放军30万大军 濒临上海城下 势必要新账旧账一起算 但是 上海人民还经得住一场恶战吗 早在1937年的送货会战 上海就已经化成过一片火 死伤无辱 到了1949年 打不打仗先不说 上海的经济早已经全面崩溃 国民党推行的金元券改革 就是在上海发起的 后来崩盘了 最先倒霉的 自然也是上海的老百姓 扛一把袋 金元券 最后犯几根油条 在全国的各大城市 都不是新账市 上海尤为严重 说句报听 彼时的金元券 还不如撤职 擦屁股都险硬 上海的600万老百姓 完全是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何况国民党 还准备在上海 做殊死抵抗 蒋介石更是暗中下令 守不住就把上海搬空 打烂 绝对不留给共产党 为此 蒋介石还命令下令 杀害了13位 活动于上海的民主人士 以及许多中共的地下情报员 当然 松户会战是为了抗日 上海被打烂了 老百姓是能理解的 但是1949年的解放军 是带着政治任务来的 不可能让好端端的一个城市 再次被炸成废墟 关于解放军攻城的话题 我在结尾结合着锦州 济南和天津三场战役 给大家仔细讲讲其中的道理 回到电影 为了拿下上海 解放军制定了三个攻城的方案 第一 围城 第二 由防守薄弱的苏州和以南 直接进攻市区 第三 进攻无松口 封闭汤恩博集团的海上撤退通道 和国民党决战于上海郊外 那么首先围城肯定是不行的 以国民党在长春的所作所为来看 肯定又会杀民养军 是吧 先抢光老百姓的粮食 然后再把老百姓往城外赶 丢给解放军 大家不要觉得汤恩博不会这么干 此人从人品到带兵都极端拉垮 比长春首将政统国要差远了 在上海战役开始之前 他的恩师陈怡 曾劝说他放下武器起义 结果汤恩博转手就把恩师出卖了 他的部队在抗战时期更是劫略百姓 帷幄一方跟鬼子没什么两样 中原百姓所谓的水汉堂坊中的汤 指的就是汤恩博 其他三个都是自然灾害 事实上上海战役开始之前 汤恩博就下令 拆除阵地一公里范围内所有的民房 扫清射箭 直接导致了几十万老百姓瞬间无家可归 有谁敢阻拦的呢 就地射杀 其狠毒之心可见一般 何况汤恩博是背靠大海 补给相对容易 没有那么容易被围死 那直接进攻市区行不行呢 也不行 因为上海有二十多万国民党军 加上解放军三十万人 这五十多万人要全在市拒绝战 肯定会把上海砸烂的 这样就和中央要求的完整解放上海相悖了 有的同学可能会说 那解放军收着点打不就行了吗 我军能在市区收着打 国民党可不会啊 他们什么事都干得出来 所以唯一的选择就是进攻无松口吧 我们看地图 上海的整体呈半岛状 也被黄埔江贯穿市区分为了浦东和浦西 而浦西呢 又被苏州河一份为二 北边的无松宝山一带是长江和黄埔江的出海口 东边和南面是大海 而无松口就是上海最重要的码头 同时无松一带也是郊区 有大片的乡镇 人口密度相比于市区要小很多 那看完上海的敌情图就会发现 要想守住上海 主力部队就要沿着贯穿上海的黄埔江部阵 自然如果要走海路撤退的话 也要顺着黄埔江啊 经无松口乘船 有的同学可能会说啊 上海那么长的海岸线 没了无松口 其他地方不能乘船跑路吗 哎还真不能 海岸线虽长 但是能作为港口的地方很少 原因很简单吧 海边都是有岸礁的 只有岸礁少的地方 才能建设港口顶船 部队沿着黄埔江这套天然险要撤退 就可以边打边撤 你要是普及的部队往普东撤 解放军趁着他过江的时候 半渡而鸡 你怎么还手啊 要知道黄埔江在1949年 是没有桥的 所以啊 对于汤恩伯来说 丢了无松口 就会失去海上吹地通道 到时候手里的20万人 就是再能打 也会像杜宇明被围在陈冠状一样 慢慢的被耗死 因而汤恩伯的布局是 将主力部队部署在 无松宝山一带 依托早已修筑好的攻势 抵挡解放军的进攻 其次 在市区部下大部队 准备依托苏州河跟黄埔江 节节抵抗 最后 以123军守备加金到昆山一线 保障上海的外围安全 应该说汤恩伯 四守上海是很有把握的 首先 上海地势平坦 非常有利于重武器的发挥 国民党的海空军 随时可以提供火力支援 而且上海这样的江南地区 水网密布啊 看似宽大的平地 其实啊 被无数的大小河流分割开了 进攻防是不容易展开的 万一再下个雨 道路离地会进一步的加大 进攻防的难度 其次 汤恩伯手下的20多万大军 弹药充足啊 有50多架飞机 20多艘舰领提供炮火支援 防御公式就更不用说了嘛 上海的每一座大楼 都是县城的掩体 在外围郊区呢 更是修筑了4000多个钢筋碉堡 1万多个野战公式啊 其他的豪雷地沟 也是数不胜数 更重要的是 英美等国还有军舰停留在吴松口 大量的外国侨民和外交人员 依然留在上海 蒋介石就断定 只要解放军强攻上海 打死了外国人 就会造成严重的外交事件 英美势力是一定会下场参战的 换句话说 蒋介石死守上海的目的之一 就是拖英美下水 那看完汤恩伯手里的优势 就会知道解放军有多难了 首先肯定是要避免英美势力参战的 紫时英号事件呢 解放军是站在了舆论高地 英国人有气也只能憋着 但是上海不一样 乔明和外交官都是无辜的 这要是被打死了就不好说了 再者 汤恩伯重兵防守 解放军要想完整地接触上海 难度可想而知 素子令就形容上海战役 是慈系殿里打老鼠 谈何容易啊 所以综上因素呢 汤恩伯扬言会死守上海六个月 还真不是吹牛的 那依照汤恩伯如此精密的部署 解放军又是怎么做的呢 首先 陈老朵邓政委亲自对部队展开竞争培军 强调激励问题 其次 素子令集中第十第九兵团 分别从西北西南方向展开前行攻势 最后啊 以拿下这干线的二眼作为战略预备队 随时准备应对美英的军事介入 我们刚才提到过 素子令啊 是绝心攻打无松口 封闭海上通道的 但其实封海口只是手段 逼迫汤恩伯把市区的部队 调出来增援无松口 才是真正的目的 也就是说 解放军的首要战略目标 是完整地接收上海 其次才是消灭上海首局 汤恩伯何等精明之人啊 他嘴上说要坚守上海六个月 但一出事 他跑得比谁都快 如果无松口被攻占了 汤恩伯就是想跑也跑不掉了 素子令啊 就是利用汤恩伯的这个心理 从战略上 逼迫他在郊外和三井去战 1949年5月12号 上海战役正式打架 宋士林司令员率领第九兵团 先后拿下了松江到金山外一箭 随后进攻穿杀 冰封直指高桥 叶飞司令员则率领第十兵团 攻占了昆山 太苍 随后向岳浦镇进发 直接威胁无松口 但是第十兵团在无松口外围的岳浦镇 却碰到了阴子 防御无松是国民党的52军 这一支部队是从辽城战场上撤出来的 脱去战斗力 汤恩伯介于52军是手里少有的精锐 不仅对其进行了装备加强 还派出了海军和空军舰艇 提供火力支援 加上无松还有大量的永久性攻势 因此第十兵团的28、29军 在进攻越火洋航流航的时候 就遭遇了重大挫折 电影《大战宁皇航》的这段坟地遭遇战 就是真实发生的 国民党直接把碉堡修在了坟地里 以假乱真 解放军战士本来想摸黑打一波夜袭的 却怎么都没想到 看起来精气沉沉的坟地 竟然到处都是地堡 到了白天情况更糟 国民党的坦克飞机军舰一起开火 29军好不容易攻占的阵地 全被国民党夺了回去 几天打下来 28、29军伤亡高达8000人 消灭敌人一个营 自身要付出1000人的代价 这个时候大家才意识到自己轻敌了 消灭敌人一个营 我们自己要付出1000人的代价 两个军 什么8000人 8000人呢 主要从过降到狼狂 一路上打得太顺手了 难怪底下点孙口就说 什么过降过降 不放一枪 追击追击 不堪一击 以为大炮一响 背起背包就可以进上海了 从过降开始到攻打上海 部队打得太顺了 大家都以为 解放上海会跟解放南京一样顺利 因此在作战心态 战前侦查和物资准备上都没做到位 不仅重炮部队没跟上 连爆破使用的炸药包都不够 不过这两个都是小问题 关键是岳浦没拿下 汤恩伯还想无松增兵了 一下就加重了28、29军的负担 而反应到汤恩伯这边 眼看五军攻击述促 伤悟很大 汤恩伯立刻召开清空大会 大肆吹嘘战绩 苏自领在看到两个军攻击数字之后 随即调整战术 命令两个军要减缓攻击 不要急 像淮海战役打黄百刀和杜宇明那样 采取坑道作业 一个点一个点的敲 同时要做好火力挣扎 找到敌人的薄弱点进行重点打击 突破之后 在大胆穿插分割解冰 果然地时兵堂克服轻敌观点之后 战军马上逆转 到了5月15号 29军攻入月谷 17号 28军占领洋行 而另一边的第九兵团则进展的相对顺利 到了15号 已经攻占了川沙 直逼高桥 汤恩伯眼看霍路要被封死 赶紧抽掉失去部队 去增援这两个地方 诶 这不就正好中了我军的计吗 实不果断 三野果断把重爆全部拉上来 对着国民党的郊区阵地 跟海上军舰一番狂呼乱炸 到23号下午 第九第十兵团 已经基本拿下了上海的外围 并成功引诱汤恩伯 把市区的部队调了出来 上海战役 已经形成了郊区决战的态度 苏州和以南的市区 只剩下了5个交进组队 战局至此 苏司令也改变了之前直打郊区的战略 转而下达命令 向上海市区发起攻击 原来在肃经国民党外围阵地的同时 汤恩伯已经乘船跑到了海上 也就是说 汤恩伯已经做好了放弃上海的准备了 他现在命令部队向无从口收缩 一方面是阻挡解放军封死海口 一方面也是想着把上海的部队能带走的都带走 那他都准备跑了 还说什么 干就完了嘛 苏州河以南和浦东很快就被肃清 但是苏州河北岸的国民党军 着实不好打 这帮家伙躲在大楼里面居高临下射击 很容易就能封死苏州河的水面和桥面 由于上级严厉不能使用大炮和炸药包 解放军只能用血肉之举发起冲锋 更要命的是 部分大桥后面还有外国桥民还不能打 进一步地加大了进攻难度 结果就是 冲击苏州河的战士 全部倒在了国民党的火力往下 其中就包括杜江第一船的十几名勇士 他们一路打到了上海 却没能看到上海解放的那一面 沙虹野的解放军战士 眼看敌人死战不祥 当即把大炮推了过来 准备一炮干掉这帮混蛋 但是军令如山 再怎么恳求开炮 银长都绝不松口 而不只是前线 坐镇后方指挥的 二十七军军长聂锋志也很为难 长江都过来了 让苏州河这个小河狗被打住 北岸高楼连成片 又有桥头堡 水面桥面 全让火力给封死了 不用炮 只能当火把子 让人家打 在过去啊 解放军大炮很少 战士们用命去冲锋 是逼不得已的 华东野战军呢 为此还总结了一份 独步天下的夜战打法 这不就是为了缩短和敌人的 装备差距吗 到了今天 解放军已经组建了 强大的炮兵部队 但是 在上海城下却不能用 军长 我想不通 为什么不开炮 不开炮 我们的部队伤亡太大了 军长 咱们是要资产阶级的大楼 还是要无产阶级的生命 要资产阶级的大楼 还是无产阶级的生命 这是一个直击灵魂的指纹啊 而面对这样的抱怨 聂军长也没有办法 只能小语大意 告诉大家上海对于新中国的重要性 如果旁边的房子里 住着你们老婆孩子 父母双亲 一颗炮弹落下来 会是什么样的后方 你们敢下开炮的命令吧 解放军是解放人民的 谁说大楼是资产阶级的 明天就是无产阶级 上海就是我们的家 不一会儿 军部来了几个流浪上海街头的孩子 其中一个还不会走路的小朋友啊 嘴里竟然叼着子弹 或许啊 他是把这个当成玩具 或者吃的了 可对于这个年纪的孩子来讲 子弹是他们最不应该接触到的 他们现在应该在家里 在学校 而不是灰头土脸的流浪街头 而看到这些可怜的孩子 所有要求开炮的人都沉默了 眼看正面进攻大教教口不大 聂军长下令 趁夜迂回攻击 而就在这个时候 国民党首将刘昌义 联系到了解放军 准备起义 原来啊 汤恩伯跑了之后 任命松户警卫司令陈大静指挥 这个陈大静呢 看事都不对啊 又任命副司令刘昌义指挥 啊 自己也坐船跑了 而刘昌义呢 自知不能九首 最终选择了放下武器 5月26号凌晨 我军批准了刘昌义的起义请求 借着刘昌义的防局啊 顺利通过了苏州 到5月27号 三野将盘踞在上海市区 不肯投降的首军 全部见面 同时攻占高桥和武松地区 又将来不及登船逃跑的国民党军啊 一波团灭 至此 上海解放 上海战役历时15天 解放军以伤亡3万多人的代价 歼灭国民党军15万3000余人 此战 解放军在不使用炮火攻击市区的情况下 保证了上海被完整解放 整个战役期间 上海的水电供应全部正常 工厂 高楼 也被全部保存了下来 最大限度的 保护了人民群众的生命产产安全 创造了世界战争史上的奇迹 解放军入城之后呢 也严格遵守纪律条令 与民秋毫无反 在营地没有扎好的情况下 宁可睡在大街上 也坚决不如民房 而解放后的上海啊 全力恢复物资生产 为后来新中国的经济复苏 做出了巨大贡献 直到今天 上海的常住人口 已经突破了2400万 它依旧是中国最繁华的城市 更是中国面向世界的一扇窗 东方明珠的美誉 享誉中国 享誉亚洲 享誉全世界 打上海的时候 我住在江西路 在市区里面 听不到什么强声 有一天早上 我推开窗子一看 我第一个感触 蒋介石是回不来了 看完整个上海战役的过程啊 你大概就能理解我开头对八百结尾的评价了 解放军有最大的牺牲啊 换来了上海的完整解放 是中国革命史上永远不能磨灭的攻击 所以真正应该和现代上海作对比的 是1949年5月27号解放后的上海 很多人会问 付出这么大的牺牲就保全一个上海 值得吗 作为普通老百姓 我不好评价 因为我没有资格要求解放军不用大炮 我只会给所有参战的英雄竖起大拇指 也会向牺牲在上海的烈士啊 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按照常规打法 解放军啊 本不需要强攻敌人重兵防守的乌松和高桥 直接拉上大炮 对着防御薄弱的势去打就行了嘛 但是解放军没有这样做 而是以保全上海为第一要务 最终付出了三万多人的巨大伤亡 参加上海战役的解放军27军 235团团长王景坤前辈啊 曾这样回忆说 树立在上海市中心的上海人民英雄纪念塔啊 是上海人民对英雄的致敬和怀念 如今74年过去了 战争的硝烟呢 也早已消失在了中华大地上 在回收网期你会发现 当初解放军用命保驾的 绝不仅仅是一个上海 而是我们中国人呢 居住了5000多年的万里神州 我知道肯定有同学会问 上海不用大炮 那景州济南天津为什么要用呢 首先大家要明白啊 解放军进攻大城市 都会尽量避开居民区工厂和学校 因为解放军就是为人民而战的嘛 早在1946年的四平保卫战 东北米鲁联军呢 就提前疏散了四平的老百姓 最后虽然丢了四平 但是解放军已经在尽可能的保护老百姓了 到了1947年6月 解放军三打四平啊 就因为缺乏城市攻击战的经验 在兵力占优的情况下 还是伤亡了1万多人 最后四平也没打下来 这直接导致了辽审战役期间 林彪迟迟下不了攻打景州的决心 这个时候你再想一下 打景州打济南 不用大炮行吗 难道解放军就活该顶着敌人的炮火冲锋吗 就是用了大炮 解放军都是没有必胜把握的 还得靠全体战士用命去拼啊 有的人又会问 那天津呢 天津是必胜的局面 为什么也要用大炮呢 很简单 因为天津战役不能拖 要真拖个三个月打不下来 那副作义就不可能放下武器 北平也免不了一场血战 难道你希望解放战争的历史上 多一个北平战役这样的故事吗 是吧 肯定是不行的 炮打天津是为了促和 是为了整个平均战役能尽快的结束 少打一天仗 就会少死一个人 何况天津战役 解放军同样避开了居民群和学校 尽可能的保全了天津 要不然天津的老百姓和青年学生 会主动站出来给解放军带路吗 这个时候你再看看上海战役 首先上海是必胜的局面 它是渡江战役的收尾阶段 不需要考虑其他战役的竞争 其次国家贫弱啊 新中国太需要各种物资来进行战后重建了 而上海呢 有大量的工厂和技术工人 这是全国其他城市没法比的 保下了上海将大大加快新中国的经济复苏 我举个例子啊 在抗美援朝期间 上海的各大工厂生产了 一千多万双军用胶鞋和几百辆大卡车的猪肉罐头 其他的药品和汽车零部建党更是数不胜数 我再说句肺腑之言啊 就因为解放军以人民为重保全的上海 才让中国共产党在后来有足够的威望 打赢上海的进入大战 老百姓也愿意相信 共产党发行的人民币不是国民党的情人权 是真正的有诚信的货币 所以对于上海战役啊 大家不要有任何的怀疑 对于网上那些侮辱解放军的混账言论呢 怼回去 这里是正义观影 我是汪正义 我们下期再见